最近一段时间,自从多特盟的官方宣布韦特赛尔加盟球队之后,国内媒体和球迷对天津权剑就进行了重点关注。 由于天津权剑在下创没有对后防信心相应的补强,因此外界对天津权剑本赛季的前景感到失分的担忧。 大家都害怕天津权剑会因为维特赛尔的离开而彻底崩盘,人本以为在球队士气集体低迷的情况下,天津权剑在本月底对镇压冠队首录倒应该会非常的艰难。 可是,令人感到非常欣慰的是,近日从国外传来的消息发现,失去维特赛尔候选金迎来的毅力好,是立即让球队打路倒变得不再困难。 据国内媒体东方体育日报报道,近日,权剑外援帕托的个人媒体经理Andrea McLeod接受媒体采访,针对被记者问到是否会离开中超。 他居然回答道,帕托在中国非常开心,也感受到了中国球迷对他的喜爱和尊敬。 虽然全剑最近成绩不佳让他有些难过,但是他非常专注,我相信帕托愿意在中国效力更长的时间。 从东方体育日报的报道可以看出,此前也被传出有可能要离开全剑的帕托,已经被他的个人媒体经理Andrea McLeod证实,会继续待在全剑效力。 虽然帕托留下并不能解决球队在后防线的问题,但这对于天津全剑来说,依然是一个好消息,因为,在当下的世界祖坛,最厉害的防守就是不断的通过进攻来减少本方的防守压力。 这一点在俄罗斯世界背上,已经体现得很明显。 此番,帕托确定留在全剑,天这就意味着天津全剑至少可以通过进攻来减轻球队的防守压力。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,天津全剑在前场的外缘方面,是不弱于陆导陆角的。 只要莫德斯特能够再近期近期找回状态,那么接下来在亚冠赛场打陆导都不会怕,毕竟帕托和莫德斯特组成的攻击线,放眼整个亚洲都是无敌的存在。